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上周击败对手当选英国保守党党魁 第二天便走马上任成为英国的新首相 这位在就职演说时喊出了不脱欧 误宁死口号的强硬脱欧派 其实之前曾自称是欧盟的粉丝 甚至说过如果没有欧盟 我们也要造一个出来 所以这位善变的新首相 能否把大英帝国打理的至少比他自己的头发 看起来规整一些 还有待时间去检验 西方政客借上台之机改变政策并不新鲜 但中共借前领导人去世 而改变对历史事件的定性却十分罕见 7月22日 因六四镇压等事件而称为争议人物的 中国前国务院总理李鹏去世 不知中共是为了警告香港而借题发挥 还是为了撇清别人而让李鹏一个人背锅 反正他再也无法反驳 官媒在23日的复告中 全面肯定了李鹏在六四事件中的功绩 成其在关系中共命运前途的重大斗争中 发挥了重要作用 并改变了以前只说是政治风波的淡化口径 竟然再次强调了对六四事件的 动乱和反革命暴乱的定性 由此李鹏生前试图通过日记 为自己开脱六四屠杀罪责的努力 复制东流 党的这口黑锅结结实实地盯在了李鹏的棺材上 所谓盖棺论定成了盖棺背锅 当然说他背锅也不准确 毕竟他不是无辜的 而且也不必担心那些应该承担罪责的会逃脱 该清算的时候一个都不会少 只不过那些还在行恶的中共党徒们 应该从李鹏这件事中得到一个教训 你们犯下的罪孽 党不会给你们兜着 相反 党会把屎盆子毫无保留地扣在你头上 就在李鹏去世同一天 香港元朗发生有组织的黑社会暴徒 袭击示威者及路人的集团犯罪 从现场视频看到 大批身穿白衣的暴徒 在元朗地铁站无差别打人 老人小孩及孕妇都不放过 见一个打一个 多人被打得血流如注 便体磷伤 而从亲北京议员何君尧现身向白衣人打气 以及警察与白衣人交流 和防暴警察整队经过 却对暴徒打人视而不见的视频来看 这次元朗暴徒群体性殴打事件 是警黑合作应该是合理的推断 虽然港府否认当局勾结暴力分子 香港警方也否认纵容勾结黑社会 但元朗小学校长提前一天 接获警方高层消息灵通人士告知 称元朗三合会大佬开会 星期日要着白色衫打人的密件被曝光 坐实了香港警察与黑社会 事先密谋元朗事件的推断 28万被激怒的香港人 今天再次到香港元朗 举行反送中和光复元朗的游行 抗议警黑勾结袭击市民 要求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 调查元朗暴力袭击事件 过程中警民多次发生冲突 警方在清场时一度开枪 到录制本节目为止 已知共有17人受伤 其中两名伤势严重 香港 那个曾经的东方蜘蛛 已经被中共折腾得黯然失色 面目皆非 成为一个令人恐惧的地方 而印象中文明有理的香港警察 其堕落速度之快 也超乎了想象 但这还不是最坏的 请香港人有个心理准备 24日 中共借发表国防白皮书 暗示可能出动解放军 只是这一次 不知道谁愿意做那个 谦夫所指的第二个礼棚 同学们啊 现在的形势很严峻啊 国际反华势力反扑的很猛烈 咱们今天召开这个会议呢 就是要研究一下我们口炮部 我们战狼部 也不对 我是说呀 咱们外交部 如何在这种复杂的新形势下 继续和反华势力作斗争 今天大家不要有顾虑啊 尽管畅所欲言 百花齐放吧 马副部长 咱能不能换个词啊 一说百花齐放 我就搅着吧 咱党又要引蛇出洞了 你这个年纪赶上反右了 落下后遇症了 那倒不是 得亏我晚生几年 行好少说 你来谈谈美帝方面的情况吧 好 美帝现在很猖狂 就说贸易战这事吧 G20峰会之后 特朗普本来答应啊 暂缓加帅 可是没想到啊 就在前几天 7月15日 特朗普在美国制造日白宫活动上 公开表示 他和咱习大党 关系不再亲密了 你看看 这刚刚说我们关系好着呢 说不好就不好了 果然是特没谱啊 岂止是特没谱啊 还有更离谱了呢 美帝在16号 居然召开了宗教自由部长级大会 纠集了100多个代表团 超过1000名代表 坐在一起研究 我党对新疆人 对法轮功的迫害问题 更有个甚至 第二天 特朗普与17国信仰受害代表见面 有四个来自中国 一个是法轮功 一个是新疆人 一个是西藏人 一个佛教徒 这个特朗普啊 手伸得也太长了 他们自己家的事还忙不过来呢 17国的事他也要管了 再说你管点什么不好 还管这个宗教信仰被迫害的事 你说管这事对他们美国有什么好处啊 是啊 美帝管这闲事有啥好处啊 不过 我也纳闷马副部长 为啥我党专整宗教啊 信佛的整 信道的整 信上帝的整 学法轮功的也整 整这事对咱党有啥好处吗 那你啥意思 你敢质疑我党的领导 不不不 没这意思 咱党说整谁就整谁 想打整就打整 我刚才就是随便一问 这都不懂啊 人家蒙英就问不出这种话 一看呢 就是没上过党校的 共产党宣言第一句不是说了吗 幽灵一个幽灵 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 幽灵懂吗 就是鬼啊 那鬼能给信神的一伙吗 我是说呀 这咱们党是要求统一思想 这你信这个他信那个 谁信党啊 这特朗普让人们爱信啥信啥 这不是跟咱们党对着干吗 好了 咱们继续吵乱 你说说香港那边怎么样了 是 香港这边啊 是没完没了了 7月14号 沙田游行刚结束 又发起了银发族游行 9000多老头老太上级游行 叶德显领头 尹后叶德显 那可是我的偶像啊 你瞧人家 七十多岁了 风华绝代呀 什么尹后 什么风华绝代 要我看 这个反党反送中 就是不良艺人 修历这事要是干成了 第一个被送中的 我看就是这帮不良艺人 好了 你说说欧洲那边的情况吧 是 欧洲这边出大事了 这个欧盟主席在16号这天出炉了 很不幸 正是前德国的国防部长 乌尔苏拉 冯德莱恩 在对俄罗斯和中国的问题上 他被视为鹰派人物 今年1月他在接受访问时说 中共 就是说我党 在用一个友好的面孔 哄骗欧盟 让欧盟放松对我党的警惕 并在经济上依赖我们 而我党在此过程中 不声不响的 一步一步的 扩大自己的实力 哎呀妈呀 说得真准 信口慈慌 一盼胡言 同志们 你们看到了吧 现在的形势 真的是很严峻啊 是啊 现在咱们这形势 的确是越来越严峻了 有些反华势力 竟然公然向我们外交部开炮 嗯 既然有这种事 对啊 有法国媒体就说 我们外交部已经成为了 中外关系破坏部 说我有点道理 本来咱们这个外交部啊 就不是搞关系的 咱们是搞坏关系的 你就拿这个 中加关系来说吧 早在2016年的6月份 中加两国外长记者会上 我们的王部长就义正词严的 质问家国记者 你的提问充满了偏见 和所谓不知从什么地方来的傲慢 我是完全不能接受的 嗯 他还反问女记者啊 你去过中国吗 你了解中国吗 一语记出啊 四座结晶啊 从此以后啊 我们口炮部就模仿王部长的画风 开口必要 女不惊人 死不休 哦 我说这孟晚舟被捕的时候 咱住家大使胡撒野 哦 卢撒野 这个卢大使怎么叫这个名字呀 太容易让人产生联想了 当时啊 卢大使特别的亢奋 他延斥加拿大政府是有预谋的政治行动 后来啊 他被香港媒体评为重炮手 人家都说呀 中加关系恶化 外交部功不可没 原来啊 这不是脑残 我们要的就是这种画风啊 对 要的就是这种画风 中央说了 让我们向西方国家争夺话语权 听懂了吗 同志们 夺权呢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 不是做文章 不是绘画绣画 那这夺权也一样啊 咱们也得拿出点气势来吧 看他们谁敢跟我们比吵架 轰他 哎 对了 咱们还是谈谈正题吧 大家看看在当前这种日益严峻的形势下 我们外交部应该如何应对啊 你先说 我认为吧 我们一个继续发扬 发脾气外交 部长先发飙 大使群鼓噪 召开记者会 发言人开炮 就算吵不赢他 也烦死他 这个很好 你再说说 我觉得吧 我们除了传统的发脾气外交之外 还要向国际社交媒体进军 驻美大使崔天凯不是刚刚开通了推特吗 他的推特炮火就很猛烈啊 他发文警告说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直接针对蔡英文过境美国开炮啊 哎 他这个提议好啊 我们就是应该多鼓励我们的驻外外交人员 在海外社交媒体上开设账号 我们应该把这个 向社交媒体进军 和在媒体上发脾气外交 结合起来 怎么结合 哎 就是到社交媒体上发脾气嘛 哎 你要说到这个台湾问题吧 你说这美国 刚对台第四次军售 蔡英文呢 又过境美国 这台美是要合起伙来 一起反对我党的一中政策呀 看来这个美帝的亡我之心不死啊 是啊 这美帝亡我之心是千万不能死啊 啊 啊 我是说呀 这兔死狗烹鸟尽工藏 就是因为周边还有那么多敌人 我们口泡布才能有用武之地呀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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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